那今天呢我要來做打拋豬 可是不是自己一個人做藥跟 很喜歡去泰國比我還常去泰國的雙胞胎 那我們歡迎戰龍戰略 這個節目很久沒有出現了 謝謝娘娘 我為了你們開棚 因為之前都是一堆小咖 這麼直接喔 那年代你覺得誰比較小咖 很多欸 你們應該拒絕過很多人吧 沒有 沒有啊 欸我今天要做打拋豬你們很常去泰國 超愛的 可是我去泰國不是打拋豬 因為泰國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不吃打拋豬啊 因為我本身不敢吃海鮮 對我也是 東南亞因為他們很多那種大魚大肉 我都還好 可是你們很常去泰國海邊玩啊 你們那麼常去泰國 有在泰國被騙過之類的 沒有欸 不可能 我真的沒有 被繞路啊這些東西啊 還是他繞路我不知道 第一次去曼谷的時候 我有遇到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人騎機車騎過來 然後他的手就這樣子 從我這邊這樣打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包包背在這兒 我還記得那個包包是Prayboy 然後他就打完之後我就這樣 欸剛剛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跟我朋友說 搶劫嗎 他說欸是欸 可是他包包沒有拿走 所以他失敗 沒有拿走 喔他失敗啦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在泰國 遇到一次 印象蠻深刻的 但是後來我就發現 曼谷治安蠻好的 我再給我托一個曼谷嗎 而且我只是 哈哈哈哈 你去哪裡 你去哪一區 有曼谷我家 你家多危險啊 就也沒有那麼 不見台灣那麼安全 我覺得曼谷很安全啊 我都是一個人去啊 因為你講的太像泰國人 那 應該不是 那你有什麼去泰國 然後很不解的故事嗎 你們吃辣嗎 呃 一點點 多一點 呃 嗯 好像可以再多一點 欸娘娘我們要幫什麼忙 沒關係我覺得你們站著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你是確定會嗎 哇超級會的 但是打泡豬誰都會做啊 很簡單啊 然後去泰國 你們有遇過那種堵車的情況嗎 喔每天啊 每天啊 像我們這一次有錄一個泰國節目 這個這全是在旅行 每天都是在車 我在那個曼谷的世界中心 那個central world那邊 我尿急 然後我們直接下車去上廁所 回來車 還在原地啊 在原來的那條路 所以你不要相信那個google map 多什麼幾分鐘 對對對 完成不要相信 我有個朋友說 因為他坐在泰國 然後他也是那種很chill的個性 在泰國生活之後 他就會發現說跟人家約啊 他們的遲到跟晚到是可以很長 我們泰國有一個時在做人要時間 我們約六點對不對 意思就是十點到就好 我不是在有什麼歧視的話 我自己也是人要 泰國人是怎樣 因為泰國人要真的很愛拖時間 說什麼我要說我們了 代表他剛就失起床 喔我懂了 如果說愛你們先吃 就代表說我沒有去 有這種事情 上次那個中國娃娃的娃娃 才說他去上節目 他們遲到 對方說喔沒關係 還有一陣子 泰國的節目會抓遲到的時間 對對對對對 因為台灣的節目也不準時啊 對不對 我們會準時這樣然後 對 沒有 那你最近有什麼節目喔 今天的節目叫做夜視王 那你有遲到嗎 有誰遲到 大家都很準時 現在還在裡面 對還在裡面 要先客套 對 節目結束後就會爆料了 所以你認識很多泰國朋友囉 蠻多的人 你覺得泰國跟台灣 你會覺得有什麼文化差異嗎 速度 速度 因為三月的時候 我跟榮跟中國娃娃 唱了一首歌是泰國發行的 然後那時候拍MV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工作的步調真的是 你會覺得怎麼可以這麼chill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舞者跟化妝老師 通常我們在台灣拍 不是大家都會戰戰兢兢的 就攝影器材 大家都知道很神聖很珍貴 結果他們那一檔的那個舞者 跟那個化妝師啊 他們就是嗨了 然後他們就踩著那個地上的電線這樣 然後一直這樣踩 然後化妝的時候也這樣 哈哈哈哈 現在在喬敬衛 然後那個人就舞 在那邊一直擋一直擋 然後舞者還可以在那邊 就是一直跳舞 在那邊做他的事 然後我想說 這個台灣不太可能發生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是 台灣工作的狀態 大家如果是在工作的時候 會 太做自己 那時候在拍MV的時候呢 化妝師他們就 在旁邊直接說 欸 你要吃冰淇淋嗎 這裡有賣冰淇淋 我們還在那一跳 我覺得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有發現 泰國影視產業年年輕很多嗎 宅淹淹的氣氛真的很明顯 那你來台灣工作你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台灣有壓力嗎 對 也是有啊 哈哈哈哈 但是相比之下 我會覺得泰國更chill 泰國超chill的啊 就是一天要塞的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多 有一個事情我超不習慣的 百貨公司有一些精品專櫃 關門時間是10點 但是他8點就直接鐵門拉下來 當地的朋友他們說這是正常的 員工業績達標或什麼 他們可以決定要不要關門 不是只有一家 是很多家都直接關門 不是應該我們要來體驗對不對 沒有這是我自己要吃的 哈哈哈哈 我想玩這個 那你把魚露丟進去 魚露對那個打拋豬很重要 對 而且泰國的打拋豬 我們有加那個薑末喔 台灣的打拋豬會加那個薑末 那我們有薑末嗎 沒有要加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台灣人不是會經驗 你這樣比較健康 是嗎 哈哈哈哈 可是你為什麼這麼喜歡泰國 因為價位便宜 我現在有時候出國 我不一定是會大完特完 好像我下個月可能要寫書 一樣在泰國好像 我想說這是可以… 而且不是為了賺錢 對啊 對啊 賺錢我就會一直拍影片就好了 那你們有去過泰國的同等區嗎 那種姊姊在外面拉 然後小哥哥 小哥哥 一些有姊姊拉過我 的姊姊 然後他就會知道 我去不需要這個國家 你傻 我每次去都會被嚇到 是因為他們會直接摸身體 因為我很敏感 我就會這樣嚇到 可是我好奇喔 你們分得出來 天生的女生跟變性的 分不出來 因為我在台灣看過很多 台灣男生跟泰國女生在一起 其實那個女生我整本就是 我分不出來 為什麼分不出來 我們先嘗嘗味道 謝謝 口噴咖 好吃耶 好吃耶 所以我賣的話又有人買 其實你可以開那個娘娘打拋什麼 餐館 很多網紅做餐飲業都 都出現了什麼問題 就像最近那一 喂 到時候被吹著爆料說 你的打拋葉用九層塔 所以葉子騙大眾 然後接下來就翻起了 你們的新節目是去泰國玩 為什麼會選擇去泰國 因為這是這一個節目的 系列的第一站 然後又是特別篇 在節目裡面我們要去收集 不同的聲音把它做成一首歌 那我們剛好其實有創作一首歌 就是跟 中國娃娃演唱的新歌 叫好熱 本來去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說他們也會錄這個節目 所以我們後來就邀請說 欸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唱 他們在泰國錄音 然後我們回到台灣錄 但是我們的節目主旨是 我們要環遊世界 尋找一首快樂的歌 所以就第一站就選泰國 因為我們之前常常去泰國旅行 我覺得泰國 最讓人喜歡的地方是 一天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不用太多 你怕泰國是什麼聲音呢 欸我超多的耶 四集的聲音 摩托車的聲音 嘟嘟車 嘟嘟車的聲音 摩托車會不會跟台灣機車的聲音很像 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歌裡面有 而且辨識度超高 我也是因為這個節目我錄完之後 我才發現說原來我以前在旅行的時候 我其實耳朵不會那麼去focus在聲音上 但是我這一次因為節目的關係 我發現聲音是有記憶的 而且你聽到那個聲音 你會自動想起一些地方 然後那個嘟嘟車的聲音是真的辨識度超級高 它會有一個 對 所以真的你都會 對啊 跟摩托車是不一樣的 而且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台北的塞車跟 例如說在泰國的塞車 聲音是長的不一樣 因為那些已經習慣了 所以大家停在那是不會沒耐心的 台灣的塞車你就會聽到很多不耐煩的 有些喇叭是有情緒的 對 因為台灣的塞車根本就有塞車 它還是可以這樣一直動動 如果的塞車 不要停在那邊 而且我覺得人的發音很有特色 像你拳擊的聲音就是 但是那個師傅他會在bà完之後加一個 他自己本人說bà 然後那個bà是B音比較多 然後你都覺得那聲音太有特色了 就像你走在路上他們就會說 啊 因為泰國人不會說什麼真的假的 對 他們會這樣 我們應該是 蛤 啊對 你們太短了 我記得我去撒架 在那個水上市集 然後我就跟那姊姊說 我就按那個計算機 很有自信給他看 然後他就這樣 泰國人喜歡把那個聲音拉得長 女生可能是這樣 但男生再man 他也會這樣子 對對對 例如說有時候有翻譯 然後翻譯老師就會跟那個泰拳的人 那那個泰拳的老師很man喔 可是呢 他只要理解一個東西 或者是understand的時候 他就會 是不是泰國人其實是可以用啊來聊天啊 就是遇到你就這樣 你們聲調真的很多 有五個聲調 而且好像是很多字裡面就已經 包括上揚的英文 對 像那個姊姊叫Pisao 那很man怎麼念 Pisao Pisao 差不多 太偉男文了 我在泰國我覺得我很少遇到這種態度 其實他再man再man他也是Pisao 對對對 台灣很man的人不會嗎 台灣會有那種 不是吧 台灣應該 台灣如果一個男的說 姐姐 欸 姐姐好久不見 娘娘 我不相信你會對他有興趣 所以台灣男生不會 不會吧 不會用Sainé來打招呼 台灣男的好無聊 我覺得臉好無聊 你看他們感覺也不會啊 對啊 所以他們是無聊的 所以這節目很特別耶 我很喜歡這個用聲音 對啊 來我們來打招呼 有了招呼 我們該拿招呼 這個的泰文要怎麼講 9月14全台首播 KONKUNI在旅行 好像 獨家在mai video 9月14全台獨家掃招 台灣的那個展龍展威 他們有去水上市場 打泰拳 然後還有一個現在最漂亮的百貨 然後還有去那個 還我漂漂泉 就是打你的臉 然後你會變熟 然後你會變熟 打臉 然後我還有去泰國的醫院 為什麼 我吃那個金沙豆腐 吃太多 然後一天喝三顆椰子 然後就食物中毒 然後食物中毒 我就上吐下鞋 我還吐血 原來椰子水不能喝那麼多 你都喝很多嗎 你都喝很多嗎 一天吃喝油 泰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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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你們有吃蟲嗎 你就想像它是蝦酥 蝦酥 對 連蝦子都不敢吃了 啊不知道嗎 各位觀眾 我們的節目呢 是很溫和的 如果你是像我們這種 就是傲嬌的 然後什麼都不行的 要吵梅族 要天龍果的 然後反正你就是 所有太累的都不行的 那你看完你會覺得 其實你有很多旅行方式喔 對 沒有 因為我們真的是溫和了 光聽聲音 你就會占掉一半的時間了 如果你今天有機會旅行啊 請戴上一個耳機 讀旅的時候試試看 真的很舒服 雖然說大家會把你當白痴 但是你就 旅行我們不在乎 你們作為就是出歌的歌手 如果我把泰國的音樂來台灣翻唱會紅嗎 會 我覺得會 真的假的 我覺得中文翻泰文也會紅 台灣人會好奇說 這首歌它變成泰文的時候會長什麼樣 因為之前台灣有流行一首歌 O Nen O O Nen O O Nen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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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的意思是 它的聲音不太大 對 O Ne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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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要去泰國玩的話 行程不要排那麼滿 然後多享受跟體驗 因為很多人看我的頻道 說什麼要我推薦什麼旅遊行程啊 不是我根本不會推薦 因為我是在地人嘛 誰要知道玩的資訊來看他們的節目 其實他們應該要跟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請他們推薦台灣才對 對 因為我們才會在台灣玩 像你比較值得推薦台灣玩的地方 其實也沒有什麼地方 我們很常去的一些水上市場 我們水上市場是絕對不去的 因為水上市場很臭啊 對啦 是不香沒錯 是不香但你會倒錯嗎 他們最近有那個 有在努力不丟垃圾進去 O Nen O 對啦 那有傳聞水上市場 有些真的有鱷魚嗎 有耶 因為泰國有發生洪水嘛 然後洪水就進到那個動物園 這動物園就冷出來到河邊 真的啦 這是真的 可是其實鱷魚很怕人啦 除非他餓他才會開始吃你攻擊 我看到他我還是會落胖 欸我馬上沒有太認真 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做菜嗎 一定吃完啦 好我們就結束這影片囉 好那喜歡的觀眾的 感謝分享 我要壓 天啊 是 喝 不讓它 不讓它 緊張